刘鹤 你女朋友来看你了 袁儿子 我来看你 你怎么样 还好吧 这 这怎么打得这么重啊 让你在里边受苦了 没事 这点伤死算什么呀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包子 都是我自己包的 来 你快吃 好吃吧 袁儿子 你和她们说你是我女朋友 快吃包子吧 好吃 你要都吃完啊 好了好了 该走了 都吃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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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两个箱子掉一个包 当幕户知道那个箱子是空箱子之后 他会反过头去调查 找到的那个箱子里边全是鸦片 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刘鹤抓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利用赵元探监的机会 把真实的情况跟刘鹤讲 我想刘鹤这个人会明白 除了那突如其来的一角 一切都按照李道仁预想的那样 给抗日联军的物资就这样偷梁换柱 被老魏送了出去 除此之外 刘鹤在审讯中誓死不背叛自己原则的品格 更让李道仁确信 他是一个值得争取的人 想到此 李道仁心中窃喜 就算你小子说的是实话吧 早要是知道这样 不就不受这么多罪了 回去吧 货我给你放在门口了 按心医处长的货我也不能扣着 李队长现在又受伤了 这个案子还是等李队长伤好了再去处理吧 谢谢大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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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摩托车两辆 这回啊 给门子都吓唤了 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如果要睡着了呢 还要说莫可可可 我是刚知道这事了 这刘鹤他下手也太狠点了 是啊 下手啊 有点狠 不过这样也好 给幕户呢打消一点怀疑 最近这个幕户啊 盯我盯得有点紧 我都有点透不过气了 那咱们的计划还照旧吗 计划暂时先停一停 是这样 上面呢 有命令 让我们配合中共 铲除苏联的一个叛徒 苏联叛徒 帮共产党 现在是中国人都要抗日 帮他们就是帮我们 那你有那个苏联人的照片吗 现在还没有 等回头我把计划还有照片都交给你 好 不错 不错 很好 幕户大佐 怎么 有什么事吗 有 那让我出去走走 我都怪别死了 没有阳光 这个 恐怕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这是想偷偷气 呼吸呼吸 我都快要崩溃了 你这样吧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什么意思 难道幕户大佐 不是这里的最高的指挥官吗 我这是想出去走走 其实我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现在这个时间 谁还会对一个外国女人感兴趣的 经过我们的侦查 日本人在经常给瓦利亚订餐的西餐厅 订了一件后天的保健 然后又订了一个蛋糕 我们推测很可能日本人要带瓦利亚出巢了 好 终于等到机会了 这是她的照片 人手呢 人手这边你不用操心 我都准备好了 撤离方案制定了吗 没什么问题 放心吧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别那么客气 队长说了 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万一 难兴 优优独播剧场